欢迎台湾这次的总统大选 结果美国派出重量级的访问团来到台湾 和这回大选的三位总统候选人见面 访问团上午先来到民进党中央党部 对当选第16任正副总统的赖萧佩 表达了祝贺之意 而赖清德强调将会在蔡总统打下的基础上 继续深化与美方的合作 握手韩轩 才刚当选正副总统的赖清德和萧美琴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一同迎接 来自美国的重量级访团 由前国安顾问和前副国务卿领军 除了来道贺 更多的是要了解台湾未来的领导人 将如何应对台美关系 台湾未来在我和美琴副总统当选人的领导之下 会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之上 持续的捍卫台海和平稳定 也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支持台湾 赖清德当面承诺外交上将延续蔡英文路线 也将在这个基础上持续和美方深化交流合作 我们一定会继续推动台湾贸易 进一步的与世界接规 我们也期待台美之间的双种科学问题 能够早日获得解决 除了和赖萧佩碰面 美国访团也依序和侯友宜 柯文哲见面 因应未来局势 提早了解朝野阵营的态度和立场 记者林先生 黄伟才特别报道